現在我們再來看另外一種方式 我們來跟我們的AE做結合 但是在做結合之前 這裡有一個 這裡有兩個 也有消失點的完成了 都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用這個的 我先把它打開一下 在這邊有消失點的 好 我先把時間軸的面板 我先關閉一下 到這邊看 沒有什麼 好那我們進到 消失點 有沒有看到我有畫一個這樣子 對不對 這裡有幾個面 1 2 3 4 有沒有五個面 所以你知道什麼叫網開一面了嗎 就是你前面這個是不是要拉開 對不對我前面嘛 我站在前面那所以我前面不要 那我就四個面包起來 4個面 就是用這5個面把它包起來之後 我的攝影機可不在裡面前進後退 可以嗎 對喔 那當然我們建議大家如果你要做這樣的一個動畫的時候 你當然不能忘記一件事情 請問這個是不是點證主的 所以 你的解析度 就是說你拍照的時候這個解析度 一定要好一點 因為解析度不夠高的話 你不要忘記了 當我攝影機 往前進的時候 這些是被放大 放大之後就會怎麼樣 這是馬賽克 這個不要忘記了 好 所以呢我們的 這種 網格狀 也不是像剛剛那種 只能L型 或者只能一個面的 你也可以像這樣變成比較一個封閉的 那你變成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 拿到我們的A裡面去 那當然這裡呢 我也有準備一個 另外一個 在這裡 在這邊 我有加上時間軸的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剛有給大家看到時間軸的 你看 這樣 有沒有前進 對不對 好這個就是搭配我們剛剛攝影機的 一樣的概念 那麼今天如果你想拿到A裡面去怎麼拿 就是從這裡 從這個地方 濾鏡消失點 剛剛有講過在這邊 你把它直接轉成 A專用的格式 叫做 V-E-P-E 那如果你想要變成3D模型 拿到什麼 拿到我們使用3D 拿到其他3D軟體裡面用 也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轉成A有個好處 它會幫你順便把攝影機 建立起來 它就不只是有模型而已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下去 馬上就存檔囉 但是呢各位要留意一下 它存檔 並不是只有存成一個檔案喔 所以麻煩你 建立一個資料夾來放 好不好 像我這樣放一個資料夾 儲存 OK 那我們來試看看 這裡 然後再下載下載 新資料夾 來 你這樣看 裡面有什麼 有V-E-P-E 就是給AE用的 然後這裡面 因為我剛剛有沒有分成五個面 所以它就把你拆成這樣子 這樣了解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在AE裡面就是要把這個檔案匯進去就好 這樣有沒有了解 所以你可以試看看 好不好 把我那個檔案匯出一下 等一下我們到AE裡面去玩玩看 現在我們把AE打開之後我們就匯進來 那那個 檔案呢你就 import了 你看 我們有一個 很特殊的格式 有沒有 Manage 這個叫做消失點 所以這個就是專門為 AE 為Photoshop 兩個建立一個通道的 就點到它 告訴它我的檔案放在這裡 這裡 好你看匯進來 匯進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它有沒有跟我們平常Photoshop一樣會進來 有這個 資料夾 有一個 Complete 幫我們完成的 所以千萬不要再建立一個喔 直接點兩下 這樣就進來了 那你 進來之後 進來之後呢 你看 它有沒有幫你把攝影機建立好 建好了 所以呢我建議大家 你可以換成兩個View 換成兩個View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它有攝影機以外 我們上次有講過 有攝影機有燈光 塗層一定要變3D才有作用 有沒有自動幫你變成3D塗層 也有 那我們現在呢 只是因為一進來 它的攝影機 它對的位置 是比較偏 旁邊喔 那 你記不記得 我們上次有介紹過 好像有攝影機的工具 是不是可以調整 這三個 來你看這邊喔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三個 這三個工具 這三個工具 其實呢 就是我們Photoshop裡面 剛剛如果你這樣子 把它按確定了之後 好 這邊把它按個確定好了 好消失點 我們這裡 變3D有沒有 好確定 確定 OK 你有沒有感覺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長得都一樣 怎麼樣 是不是這個就是攝影機的操作工具 對不對 所以都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呢 我就利用這三個工具 在A裡面 我利用這三個工具 我要平移 我就用它 在哪裡 在攝影機的角度 直接做就好了 好你確認一下 你現在是不是在操作攝影機 有沒有 四個角落會有這個 所以我就在這邊 你過來一點 好那我要後退一點怎麼辦 是不是用這個 我們後退一點 後退一點 好那我再下來一點就平移了 下來一點 好要前進一點 這樣有沒有進到房子裡面的 有感覺了吧 只是呢 在這邊 因為它用的現在解析度是比較低的 我把它用比較高解析度的 負荷 讓它幫我們算一下 確認一下 因為我這張圖 答案不大 所以如果你解析度比較高 這個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 你如果要認真看一下左手邊的 可以點到左手邊 看一下 滾輪後退一點 有沒有攝影機好長 對不對 它就是為它符合你的那個效果 所以攝影機這邊 你也可以自己動 我們講過這邊可不可以用什麼標準鏡頭 35啦 50啦 你用標準鏡頭它就不會長那麼遠 那 這裡呢你如果要從左邊看也可以喔 你看我們現在 前面這邊在這裡 我希望左邊看過來 這都剛好被擋住了 這裡 好吧 我可以移動一下 攝影機 前進 前進前進前進 它好像還在很遠的地方 太遠了 這裡 這裡 好太遠喔 好太遠我們就比較難去調整 但是呢 這樣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喔 左右兩邊這樣對比一下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在A裡面就可以像這樣去玩 其實呢你的 場景 沒有真正的戰定模型 只有照片 可以這樣用 那什麼地方可以這樣用 比如說像古蹟啊 對不對 或者有些它不開放 讓你進去拍戲 我就可以用這樣去建立我自己的場景 只要有照片就好 那 等一下呢我們就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裡面呢有一個這個 消失點 我看一下是不是這一段 是下面那一段 下面這一段 它就用 這個方式 做一次給你看 怎麼樣做這種 Rooning的動作 這樣了解嗎 好那這個因為是影片 我就不錄 我們就直接看就好了 剛剛我們看完了 那段影片 這樣子呢 各位應該對消失點 就比較有概念 剛剛這裡 如果你需要 旁邊 那個 這個 有景深的效果就是進到這裡來 有沒有 Enable 當你有把這個景深叫進來的時候你可以自己調整我的景深要到哪裡 深度比較深 那就會怎麼樣 旁邊的 反正就會變比較模糊 如果比較淺的就是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這樣清楚了 OK 好 就是這個地方跟大家補充這樣子對我們消失點應該就會比較有 一些概念 好那 回過頭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的學習機要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順便 複習一下吧 來第一個 我們剛剛有提過的 你在這裡的話呢 這個 是可以 存成 3D模型 也可以在ForeShell 3D裡面用 那記得 剛剛的那個消失點的平面 比較正確的其實是藍色的 好那如果你是黃色啦 或者紅色的時候就可能 沒辦法正確的產生出來 因此呢如果 你的不正確其實你按確定的時候他就告訴你有問題 那有一個 要請大家特別留意就是 如果你只是在ForeShell裡面做最好就是兩個面 有沒有我們剛剛有貼圖上去嘛 兩個面會比較正確三個面就不太OK 好那 再來就是他的刪除是我一直很不習慣的 怎麼叫很不習慣呢 我們在這裡 平常我們刪除你可能按Delete 對不對 但是呢 他的刪除就很討厭 要倒退鍵 所以我今天如果這個 好這個面我不要 我不是按Delete我不是按倒退鍵 鍵盤上的這個 Backspace 好這樣子呢你才可以把它刪掉 有沒有 你看Delete沒有用 它刪不掉 就是他的快速鍵 跟別人不一樣 再來 如果你要把它 重設 也就我剛如果不小心刪錯了我想要復原 怎麼辦 你要按住鍵盤上的這個 你會發現右上角這裡不一樣 這裡 本來是取消對不對 我按叫Alt 有沒有變重設 所以 有幾個小地方 長得跟別人不一樣的有沒有回來了 所以我剛剛不小心刪掉了我可以 按這個地方復原但是要加這個快速鍵 這裡才會變重設 好 所以 這個是 留意一下 那仿製工具啦 仿製印章的選舉畫面工具我沒有介紹 平常呢如果你要 在裡面去選取的話 你也可以這樣 用這個 你看喔我要把這個 面選起來 你看我一拉開 有沒有這樣就選到這個面 選到這個面 那 你可以選擇直接複製 有沒有 我 也可以選擇直接用修復的 也可以用複製的 所以這裡也有 這個我就可以把它拉到別的面 我們用另外一個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 像我從這邊進來 消失點 如果呢我要把這個窗 複製到這邊來 那我就可以用這個 剛剛我就在找這個功能 如果我要移動 我就把 移動模式就是來源 你看 這樣 這裡 移動 好我再選一次喔 這裡 我們框的時候他會移照那個角度 那 我這裡 如果直接做 複製好我先做複製 我按住Alt Alt不是複製嗎 有沒有發現這樣可以移過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剛用仿製印章你可以這樣 那也可以像這樣子 好我先放上來 那如果呢我今天 在這裡 剛剛是直接貼上去如果你有把修復打開 那就一樣的喔 我複製過來之後不止有沒有 複製過來放開之後有沒有跟原打原色做結合 這樣了解了 所以 他也有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呢 就 給你參考一下 列級檔剛剛都有的嘛 時間軸的輸出 是不是有講過了 所以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最主要的重點 那給各位 參考一下 好 谢谢大家